首先第一件事情 用搜寻 然后打开Excel 那这个Excel档案 我是不是要有一个 就是说资料的来源 我这个资料的来源 是来自一个资料夹 所以当然就选资料 然后新查询 从档案 从资料夹 然后接下来透过浏览的方式去找 找到刚刚我放置的位置 是放在低叠 那你可能不是放在这个位置 你要自己去找 我先直接做People1 People1里面从1997年开始 一直到2013年的所有资料 所以确定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记得要点合并并展入 合并并展入 事实上 这边这两个应该是一样的功能 好 我们就直接点 合并并展入 有印象吗 这是上次我们介绍的内容 那因为这些档案的性质都一样 所以 所以直接呈现在这边 那现在重点是 你看这里面 有没有乱吗 没有吗 就是看到都是正确的 像什么零碎 男 女 这样子的内容 所以我们就直接 这边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叫第一个档案 第一个档案就是1997 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讲 最重要的那一个档案 然后点选确定 然后他说 那这个档案 现在有一堆的档案 他要全部放到 所谓指定的这个资料表 所以我们就直接点 展入 就这样子 我们就静待他的完成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去修改 这个people1的内容 在这里 好 那就麻烦请各位 现在动手 先做一下这件事 除非 那么 我们正在这里